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中午這節節目 現在11點52分 恆生指數29575點 升幅懸著受窄 剛才一度就倒跌了 提提大家 可以打電話過來 31083399 31083399 過來問問題 稍後我們12點打後 會接聽大家的電話 恆生指數今早開出在29736點 正正就是今日的day high 在高開之後 老老升幅收窄 曾經最低見過29534 即是較起昨天都有28點的跌幅 到跌過28點之後 輕微又再彈回 但就不太見彈得起 成交方面 半天都過了600億 走勢方面 有些少少 如果要計算恆生指數 走勢圖來看 我就不太滿意 因為最主要在高位 開出音竹 大家都明白 不太理想 開出是29737 例如我當你29577 那就齊頭尾數了 若莫都有86點的一個陰燭 大家就自己去留意 因為年升已經是四日 應該這麼說 年陽四日 不要理性跌 年陽四日的情況之下 今天就陰了一點 大家就要自己去看更多 在開始看今天的活躍股份 以至你們的問題之前 我都跟進一下 在過去幾天 就和大家去看過的一些股份 包括我的兩隻領軍股份 813世貿房地產 剛才最高真的見過26元 所以24 有人問25 然後就一直說是吃不吃 現在到26了 其實今早 我都在大概25.3 25.4附近 都叫那些人 都不斷吃一半 不會吃完 好 留了一半再放止要 因為我覺得這個股份 好像不夠力 這隻就厲害了 到26元 還記得我們買的時候 是多少 22.3 22.3 哇 賺了足足一成 是不是 類似這樣的情況 好了 那 跟著我們再去看 一成過外 應該說 好了 看看財生活 財生活都厲害了 1778財生活 只有4千萬 留意 上面數多兩隻物館股份 物館來說 數字大 6098要跌 跌四個先 跟著 3319 九雅生活 都要跌2.6 百分點 最近就 1755 新成月都要跌 新上的 3662 都要跌 1.6 百分點 似乎我的 都叫做 交足功課 兩隻上升的 留意到 特別去看 今天 如果有人 有上個星期五看節目的時候 就有一隻 大麻股份 今天升12.9 百分點 最高見過1.27 1.22 1.22 昨日收價 在1.08 為止 似乎又爆獲金了 這些股份 我都是那一改 我跟大家點題 並不是推介 但是大家有自己的 操盤能力 有自己的 心理質素 自己去投機 投機的話 其實正路 玩突破 上個頂位 就1-1.8 站穩1-1.8 樓上可以再衝多一層 你說1.3 1.34 1.3 1.4 其實不難 但問題就在於 你是不是這種人 站穩1-1.8 正路就有得重 自己去留意一下 另外 就看看 匯約成交額榜上面 有哪些股份 又可以拿出來講一下 騰訊 上回成交額榜首位 拿走 中金的No.1 中金今早有賠股 不過 現在暫時 都是靠近 回到 配股價 18.58 他現在18.54 暫時都要受壓少少 銀河娛樂 算是一隻比較 升賭的 賭股 其他一些都升不到 反正其他一些 升幅不顯著 我們看看 銀河娛樂 58.65 升到3.5% 留意一下 股份是突破了 2月尾的高位 例如 我們看看 1928 金沙 金沙其實都是打粒升 跟手 1128 簡直要陰竹 880 要陰竹 打粒升 2282 美高梅 都將近上影線陰竹 所以暫時就打粒升 似乎今天又不是那麼承接到昨日賭股的勢 因為昨日賭股 都說了 都行行行行行的 今天似乎又好像轉弱一點 是一隻銀魚 算是跑得最好的 補充一點 上證指數 A股方面 靠穩收市 其中上證指數升13點 去到318 83點 半日市不算太危 帶動到我們恆生指數不用跌 但亦都見不到它有升 這件事大家要自己去留意 好了 記得繼續在YouTube、Facebook上面留言 我們轉頭解答問題 還可以繼續打電話來31083399 31083399我們的熱線 去到廣告之後開始聽電話 好 回來了 留意恆生指數半日收了市 收在升幅28點 29590點 都繼續破頂之旅 不過就不是那麼理想的地方 就是陰燭 暫時陰一陰擋一擋 但是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理淡因素 這件事可以大家自己留意 剛才說過一些賭鼓 各樣情況都去跟大家看過 有些人今天都在留言問友邦 友邦今天最高位曾經突破過 不過似乎它都幾近市 即市高開之後就要低走 這個股份也是高開之後低走 較早之前很近79.0 80元齊頭的位置 叫做得而伏失了 雙頂的格局 當然雙頂沒有確認怎麼下跌 我想今天都是市升幅收窄 所以有貨的話儘管照 沒有貨的話 我暫時看這個叫做雙底W型的項線 就在大約79元 只要79元起到的話 應該就不大問題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留意 友邦做得叫做美中不足 另外一隻若細一點 941繼續都是沉淪 今天還要下跌 應該這樣說 今天有輕微反彈 我意思是 開始之後下跌 形成了一支身懷六甲 躲在沉立陰竹 竹身裏面的一支小陰 但也不代表它做得好 所以大家就自己留意 好,接下來就要聽電話 Jason Jason,快 怎樣? 喂? 說 是 喂? 快就行了,說 1778 我剛才做錯事都走了 那就行了 那就恭喜 要不要進回 不用了 就這樣說 不要進回這個位置 不用了 應該其實就 做錯事就 我覺得都不差幾 應該就 減半貼半的 不過你現在這樣沽了 其實今天成交 低一點的 可做可不做 今天沽了,沽盤也多了 算了 這一陣子你也挺好吃的 下隻 然後二三八八 我看它衝高又回落 就走了 長線是否不可以拿著 這個位置 我放入價也貴 我頂你嗎 一天又說長線不可以拿著 但這個位置是否不太好 這個位置 買了之後 如果真的必要事 下回33元的時候再購 但是 就不可以用一天來判斷 長線是否可以拿著 長線由一個空頭排列 轉到一個多頭排列 為何不可以拿著 你看 向上了 沒有問題 沒有 那好吧 是啊 繼續拿著 然後 一百八八都 丟了 剛才 一百八八 買了嗎 買了昨天 那為什麼 賺了多少 還是虧了多少 沒有 一毫子 因為收拾了 不可以用 不要買這麼長的股份 就短炒 浪費了錢 然後 你覺得現在市場 是否要警察 開始 我經常都說警察 但是市場 市場 指數方面 我維持 好像昨晚 我無線都說 股債 現在根本 是完全 是前所未有 這麼分歧的 債 去 揭示 現在市場很危險 但是 股 就 儘管繼續創上去 但是問題 就是在於指標上面 股市都不配合 所以我只可以說 繼續玩弄強勢股 叫做 叫做 過一下日神 指數 我不會說 轉太看牛 但是現在沒有貨 那是否 沒有辦法 可以買 現在 今天 沒有什麼特別明顯 賭股 我都覺得 一半一半就不值得 太高了 兩日升了10% 對 就這樣 日圓可不可以買 現在又回回 我覺得 都是那句 我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你什麼時候用 總之 美元貼著強 日圓就不會爆上得很厲害 好 就這樣 再見 多謝 拜拜 好 接著繼續看 是否要清7300-7331 真的不用清 不過 如果你有閒錢 在旁邊玩一下其他股 我真的不是覺得看牛市 事實 我又不知道怎樣跟你說 我看到那些指標 總之 每個指標都是背持 其實現在入市的資金流 一樣都不多 雖然指數上面是企倒 當然指數上面是值得尊重 1157 中聯重科 4.05 入了少少 現在應該怎麼做 加注還是怎樣 回落到才加 今天其實就突破了較早之前 4.14 這位置可以加得 看看你這麼看好是甚麼 可以加得4.14 1415 高位電子 上網幾多 其實因為股份方面都是橫行 算是一個比較明顯的突破情況 這兩天手機設備有些下鑊 有些都下不到鑊 如果看看這隻股份 可以向上網 你當著兩元 逐步逐步來 但問題是一定要站穩 之前的定位 之前的定位是1.61 然後再看看2628現價可不可以入 今天A股反覆一點 很多內險都反覆 2628現價入的話 再看看之前的高位 是23元的位置 但是是否真的有力 今天A股不像 做中長線的話 我覺得都不會阻你入 不照入 3662可不可以in 物館其實都開始黏一些 今天都走勢分歧 變了不是那麼理想 看回5.1號4的位置 最好不要緊 失了還有一段時間 還未能入 好,看看Monica 問788鐵塔 她說 是否可以破上次的定位 暫時成交不配合 不過是脫離1.8的 喜歡買就買 看回1.9號6 是否可以破倒 到時再說 813領軍提我 是21.3 不是22.3 多謝了 即是都賺4.7 賺了20% 賺了20% 厲害 太古地產 太古地產 就是值不值得入 長渣 哪位較為理想 其實現價的水平都ok 下降低 最多下降低32.5 不多 算是ok Kenn說 25.3 減了一半 再保留一半 世貿房地產 做得好 好 接著 268是否可以買 金山軟件橫行 不見有成交 不會吸納絕 1917 斗盟 1917 暫時有貨貼貨 應該這麼說 不是 不是有貨貼貨 D1第一口價59 失去了之後 不可能 現在一直都不應該貼貨 1928 今天可以入 今天打個升 剛才說過 倒估不是一隻 真的那麼強 2588 可不可以買 那些飛機租任 還是有些不明朗 中長線開的話 你就買 否則 企穩的話 企穩63.8 中長線開的話 買 1266 西黃特幹 為何突然這麼多人問 不可以入 不可以 都沒有強勢 完全看不到強勢 3188 甚麼位可以入 始終指數方面 破了位 你現在都可以入 寧願再回再加 2167 2167 2167是甚麼 2167都不知道是甚麼 是否打錯了 跟手 636 甚麼位可以入 今天都陰 今天 似乎都走勢 不是那麼帥 14元的話 就會比較帥 345 維他奶 可買 中長線 你就買 這些東西完全不知道是甚麼 2186 不是2167 問隻 綠葉 綠葉的話 即是可調問題 有貨 6.95 9.5 半渣 整年 現在有甚麼要注意 注意住 只要企穩 那個6.7 應該都沒有甚麼特別大問題 6.7是12月4號的高位 1336 新華保險 大顆星 有貨 有貨的話 跟手 874 記住 企穩34.1都買得 現時其實都買得 不過 暫時沒有甚麼刺激 他業式英俊 王老吉都英俊 招金是1818 他說 8.5元買 要止蝕 其實金價真的因為美元太強 所以金價比較低 最遲最遲 跌穿那個7.2元8指 事實我覺得金價也是比較低 最後一隻1475 可不可以再升 1475 這隻是清食品 之乎都可以再升 牛貨、鐵貨 走勢方面都是理想破頂 多頭排列 再看一次 恒生指數升28點 半日市 半日收市升28點 29,590點 29,590點 升28點 成交614億 不算特別少 所以 今天似乎 人們都多套利 不過 異動的股份不多 剛才都說了很多 下週3點45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